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先皇的遗仇 不知皇族母为何要一直反对 竟然为了维护一个罪臣的后人 搬出先皇来助哀家的心 母后 您先消消气 朕听说帝承恩在戴山上试 每日抄写佛经 为你我祈福 而且入京后 也算是乖顺恭敬 或许并不似您想的那一 皇帝 难道你也将救世望得一干二净 被这个帝家女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吗 朕只是觉得太子大了 在丽妃这件事情上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我们作为长辈 不应当过多干涉 你 你 你们 你们尽管胡闹 只要我还是大静的太后一日 帝家女就绝不可能入太子府 不管今夜有没有结果 这场宴戏都是为你而生 太子妃之位 永远都为你而留 好 默奥 定只会 弹幻衣裳 转身隐藏 那眼底的清爽 纵然遗憾成忘 难负几多惆怅 深悲所酒 月夜凄凉 奈何思念无望 爱已至上 隔天涯海浪 谁的相拥不过 许美梦一场 图断线又回响 心底藏出不大的对方 谈情唱 爱恨怎可随意 雪下这么大 还不走快一点 罗明夕 你方才是没见着 我在晚宴上 我的剑 寒夜都被我迷住了 你现在哪里还有大理寺清的气势 那可不是 我方才为难地承恩的时候 气势非常足 所有人都被我给护住了 我知道 你做任何事我从来都不担心 但是我温馨有愧 对寒夜还是低伤爱 对九泉之下的父亲温馨有愧 寒夜拿出簪子那一刻 我竟还期待着他会将簪子别在我的法间 我到底在想什么呀 那可是寒家的簪子 子月 我相信侯爷在天之量 他一定会理解你的苦楚 我想坏后腹走一走 我陪你 不必了 有些话 我想一个人对父亲说 那也好 het 你